大家好,现在春天了 这个猪猪池里面,让我们每天都要搞一下卫生 如果不搞卫生的话,很容易被猪猪吃到那个垫子的东西 就很容易得肠炎 搞卫生的话,要尽量把这个死角,死角都把它搞干净 这个死角 这个是干的 如果死了的话,就很容易垫子 春天比较潮湿 这个就是煮粉来的 吃完竹子,拿出来的粉,被它踩碎了 变成这样子 如果不烧出来的话,过明天,明天它就有点味道 过两天的话,就是一点大臭 所以要经常搞这个意思 这边,这边很脏的 这个脏的要把它刮一下 不刮一下,竹鼠它就要去舔 口渴了,它就舔这个尿 这是很变质的 手干净了,竹鼠就没什么 不怎么会生变 这个养竹鼠的话,注意它的那个吃的东西 所谓的病毒的口味 吃的东西吃得干净 也没那么容易生病 啊,这个胖的 15斤了,这个胖的 那么重 哇 太打掘了,这个好长啊 就是不怎么胖 现在都瘦了 有弹性的它尾巴 一扯一扯的 这个弹好用 别断了 看,我吃点 你看 可能吃的有点上火了 眼睛都会折动 等一下我给点 下火的 下火的给你吃一下 这家工的 现在都三岁还是四岁了 这个工的 老婆都不知道最少 老婆最少有四五十个 现在都 一点老了 偏瘦了 没事 现在我去吃饭 还有一个老婆就好了 不要太多 怕她吃得香 上次从兄弟家抓的这个 竹鼠啊 就得那么大了 吃的比较多 给她们吃的比较多 让她长得快一点 现在都应该用两斤多了 差不多就平脉了 上次抓回来 这个很凶的 你看 这个好很多了 听话好多了 知道这里的鸡鸡 我听话 哎哟 他还差点 他咬我 这个 他要死心不敢 他是有鸡肥 帮你给他 这个小白 小白都没 给他搞干净一点 别感冒 别吃到脏东西 今天呢 视频就到这里了 反正养竹鼠的话 春天的话一定要把卫生要注意好 不能的话 这个 一样子起来 跟他都不能 不访讯 第一个小白都不宜 这一天 是 是